当你清楚自己的意义跟目标 生活就不会有太多的抱怨 但您看这个老兵店卖把布 第二代他想得很清楚 他接手时意义跟目标就是要孝顺 所以他要把他爸爸做兵的心意延续下去 而一旦他想得清楚 生活就会过得很快乐 陈国正清早就起来做兵 累了一个早上微汗如雨 收工后还是烈日当头 但走出家门拿起相机 脸上的疲惫 自动换上另一种身材 早上送孩子上学后 下午工作结束了 从路边田野花草 到下午的浴室场 陈国正每天都拍照 好 再拍一张 好看哦 没有一天舍得放掉他 摸相机三十年了 陈国正十五岁就离开雨村苏 到台北的相机街卖摄影器材 也因此喜欢上拍照 青春岁月记录在脚卷上 直到三十岁 相机店的老板要移民出国结束生意 附近的同业来挖脚 有相机博士制成的他 陈国正去决定告别工作了十五年的相机节 对啊 准备削啊 爸爸不会啦 妈妈 爸爸是踩三轮车沿街叫卖把布 养大他和姐姐的 在相机街工作时 陈国正每次送假回家 总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因为我帮家回来看到我爸爸 他的背走路就有点斜 肩膀就斜了一边 想说这个工作算是比较出众 然后当初我妈 我爸妈 也不希望我接这个实验 因为觉得太辛苦了 爸妈怕做病辛苦 要儿子别回来接手 但看到爸爸因为长期提着一桶桶过重的兵 被驮了 脊椎弯了 长长腰酸背痛 还想着怕老邻居老客人买不到兵 陈国正下了痛苦的决定 在孝顺父母和最爱的相机中 选择了回家做兵 回来十年以内 都还会梦见我在卖摄影器材 然后也梦过老板回来 说要帮我开摄影器材店 让我顾 我内心也是很挣扎 毕竟也回来接我爸的事业 然后考虑很久 在梦中考虑很久 说到底要不要接摄影器材 结果还是放弃 连在梦中都放弃了最爱的相机 现在是回家的第二个十年了 梦里不再出现重返相机界的挣扎 陈国正回来得很笃定 就像做兵 用的也一直是爸爸叫他的老方法 芋头是爸爸最早做的口味 削皮后一整颗一整颗的 放入大锅中滚头 它整颗的话 滚出来你才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它切丝的话 那个色泽可能会稀释 我没有煮过 所以我不知道 用的是芋头的天然原色 没有添加 再和糖水奶粉搅拌 送进冰淇淋机里 因为如果你倒一半的话 它里面等成品以后 它会变成空气蘸一半 然后原料一半 我都是加到满了 这样才不会有空气含量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 比较扎实 原料足空气含量少 口感就厚实 冰也融化得慢 陈国正跟着爸爸教的老方法做冰 直到结婚后 我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解一点点糖这样子 然后我先就跟我公讲 我公就说 冰要有甜才好吃 一定要甜才好吃这样子 然后我先就跟我讲说 爸说要甜一点 我说可是现代人你看 因为我是主要是在为教室做糖尿病的这一块这样子 我就说可是现代人不要吃太甜 太太李敏华是医院的营养师 很想用她的专业 让附加的古早味冰淇淋更有健康概念 陈国正却成了夹心饼干 这回到底该考量健康 还是继续孝顺的听从传统 陈国正难以抉择了 后来你知道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没有关系你就不要讲 在做的时候就少一点糖 少一斤少两斤 慢慢剪慢慢剪 然后我先生说对 然后我们就从这样偷偷摸摸的剪剪剪 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达到我们的目的 两位老人家都没有责怪媳妇 李敏华还陆续建议先生 用天然食材做了芝麻仙人掌 还有公公婆婆每顿饭必吃 电锅里都蒸着的南瓜做成冰淇淋 十年前李敏华生了老三 辞了医院的工作 回家照顾孩子顾点面 看着客人上门 对于先生当初选择回家做冰 他有多了几分理解 以前我们都是做他们批发商 在卖冰这样子 然后现在孩子都长大了 又生了孙子以后 又带来我们家吃冰这样子 那我们感觉非常的温馨 然后他会觉得是说 我们就是吃冰长大 而且那个阿公会很放心的 带孩子来这边吃冰 表示他对这个冰品的认同 有时候我们觉得还蛮 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任李敏华做小吃的娘家 都曾经批发过成家的冰淇淋来卖 一家冰店在地方上有许多回忆 也养活许多家庭 那很多批发的店 比如说什么什么 我给你想要这样子 都有批我们家的冰 然后做得很很不错 发展得很不错这样子 然后电视台就要来做一个专访 做工厂在哪里 怎么制作这个流程 你知道我们那个龙翁 多可爱吗 穿着人家的工作服 戴着人家的工作帽 在我们家的工厂里面 帮人家做冰 就是他们家做的 然后我就回来 我就很生气 我就跟他讲说 你疯了吗 他说没有关系 帮忙 互相帮忙有什么关系 也是拿我们家的冰架 有什么关系 李敏华长继先生 老实又含厚 总怕他默默地做会吃亏 经过太太分析 陈国震才意识到 如果想将爸爸做兵的心意 延续下去 除了批发 更该有品牌 夫妻俩同心 有了明确的经营方向 家中两老 也能放心 过退休生活了 趁控党陈国震逗着妈妈拍照 拍照的被拍的两个人 嘴角都上扬着 以前你叫他这样 根本就不可能 对啊 也会比较严重一点 大病后 从前陈国震眼中 那个漂亮严肃 又很会做生意的妈妈 会说的话 记得的是 已经不多了 只能坐在轮椅上 依赖人照顾 刚好那一天是元旦 就是医院一号 我先生的那一天 他从四楼摔下来 逗逃灾 然后摔倒了 结果我从四楼摔下来 摔到三楼的楼梯 然后整个头都是血 那一天 我们就送了 那个急诊到医院去 然后真的是 就有一点点 轻微的中风 然后那时候他 他就说 还好我们有在家里 正准备出门 给陈国震过生日的一家人 及时抢救下了陈妈妈 轻微中风后 陈妈妈的身体大步如前 直到六年前 意外再度发生 那一天也是元旦 也是1月1号 我们刚好在吃姜母鸭 那天很冷 阿嬷怎么没有出来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打开门一看 阿嬷在床上是 不舒服地动弹不得 这样 我先一看到 其实那时候 我还蛮 我蛮蛮紧张的 可是看到我先生 他就把我婆婆背着 背不起来用抱着 就从楼上抱下来 其实那时候我蛮感动的 生日是母难日 这句话对陈国震 特别深刻 两次生日 妈妈都重病倒下 那一次妈妈住院 一个多月 出院前 陈国震为了行动不便的妈妈 不能再住楼上了 和爸爸商量 要拆了一楼工厂 为妈妈盖房间 家里的机器 以前都是爸爸装的 那个机器 是比较传统的机器 然后那时候 那些机器 价钱也不菲 大概两百多万 然后就建议爸爸说 把那个机器给拆掉 然后做一个 在楼下就盖一间房间 给妈妈住 然后妈妈 爸爸那时候 当初不答应 他说那些机器 他也很舍不得 后来我先很坚持 三天 就三天就把它拆了 那拆了之前 我们也看到那个照片 他就把它拍起来 我都记得那天拍照的时候 我公公跟我先生的眼光 都还泛着泪 我们就 对 就拍照的时候 然后就看 他们就觉得 我就觉得 真的是叫舍不得 可是我觉得我先生说 没关系 妈妈只有一个 对 就把它拆了 我觉得蛮感动的 在这一点方面 对不起 回想起这一段 黎敏华也哽咽了 他是星藤先生 为家庭的承担 也为自己嫁了一个 孝顺的好男人而欣慰 不会 不会后悔 因为毕竟还是爸爸的 家里的事业 对 不能为了自己兴趣 这样子过活 对 改装后 家里换了体积比较小 又新又快的制兵机 让生病的妈妈 有更方便的生活空间 为了让爸爸不至于失落 又不会太累 一楼还是有爸爸 可以卖兵的小铺子 陈国正和太太李敏华 则另外在热闹的街上 开了门市 每到夏天 古早味的巴布 总是让很多客人 难以忘怀 都说孝顺的人有福 现在陈国正三代同堂 守着爸妈 传承作兵之余 还有时间去拍拍照 把他喜欢的 要承担的 都一起实现了 今天这几个人物故事 应该都觉得好鲜活 当你找到了 生命中最大的价值 你的方向会更清晰 也会过得更开心 一步小银发信息台湾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